骑行鬼域 下面这段视频来自于一位TikTok视频主 他的影片全部是基于摩托车而创作出的内容 在前不久的一次骑行冒险中 周围视频主独自一人骑着自己的越野摩托 跨越数十公里来到了一处偏僻的山林中 首先地面上出现了许多不明生物的碎骨 虽然看上去让人猫骨悚然 但对于神经百战的视频主来讲 这并不算是什么值得担忧的事情 毕竟在人际罕至的野外出现动物的尸骸也在情理之中 于是他继续向森林的深处前进 这是 where most people would turn around if you turn around and you never get to see what's on the other side that's where all the gold is waiting over there could be missing out what's on the other side hello hello 视频主被一根折断在道路中央的树干挡住了前行的道路 这是其他人都会选择返回的折返点 树干的阻挡暗示了另一边是人类不应该继续踏足的地方 可是视频主并不打算原路返回 他希望自己可以看一看另一边的风景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如他所愿 一个突然响起的声音打断了视频主的思路 小路边的树丛中传来了惊悚的求救 尽管声音比较微弱 但仍然可以感受到求救者的声嘶力竭 视频主被突如其来的意外惊呆了 他在原地愣了几秒钟 直到树枝折断的声音不断响起 这才缓过神赖 因为他认为那些声音意味着有什么东西在向自己走来 骑行的经验让视频主察觉到了危险的逼近 他惨惶失措地跑上车逃离了现场 在远离城镇的深山中 想起人类的求救 无论如何都不像是合理的事情 我们曾介绍过批行者这种传说生物 他会模仿人类的声音来发出求救 目的是吸引其他人类前往救援 从而将其残忍杀害 如此一看 视频主在最初所看到的不明碎骨都变得更加可怕了 自然蜡烛 下面就要分享的事件发生在一个Reddit用户的身上 这位网友提到 自己养的猫不知什么原因 从某天开始变得非常胆怯 网友决定将电脑的摄像头始终开启 下面是某一天电脑所拍摄下来的影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看到 网友的猫原本躺在画面左下角的床上睡觉 起码中过去后 他突然醒了过来 并向身后望去 那么这只猫究竟看到了什么呢 请留意柜架上的物体 上面有一只蜡烛 不知为何突然被点燃了 如果仔细观察可以发现 蜡烛被点燃后没过几秒 猫咪就醒了过来 两者似乎存在着关联 在这一切发生之后 猫咪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蜡烛的位置 他仿佛看到了什么东西 我们无法解读猫咪的表情 但彼时他一定十分谨慎且惊恐了 网友表示 这只蜡烛附近完全没有加热器以及电线 或者任何能够导致蜡烛自燃的东西 被摄像头记录下来的这一幕 似乎解释了猫咪最近为何变得泛长 天野奇遇 一位在天野边遛狗的男人 拍摄下来了这段画面 亲和热红的男人 拍摄了 金质 單属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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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在這裡 只是一個大海域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東西? 在哪裡? 由於視頻來自六狗男人的手持拍攝 因此畫面有些抖動 並且不算十分清晰 天野上方的低空位置 一架球形態的飛行物體 正在不斷盤旋前進 它的移動速度並不算快 如果以上視頻中的這個不明球體 屬於地外文明 那麼它為何不避開人類的視野? 難道是因為人類並不值得 被它們放在眼裡嗎? 來自異世界的求救女孩 下面分享的視頻來自一位Facebook用戶 這位網友和幾個朋友在墨西哥旅行 眾人於拖雷翁市 瀏覽景點時選擇了乘坐纜車 城市和自然的美景 交相輝映 被攬車中的幾人禁收眼底 最初 攬車中的幾人有說有笑 不過一個突然出現的聲音 中斷了幾人的談話 那聽上去像是一名小女孩 生死力竭的呼叫聲 可是同行中的人並沒有孩子 位於半空的封閉攬車內 也無法接收到外界的聲音 與此同時 下面這個事實更加令人毛骨悚然 有細語人士提到 小女孩所喊出的兩句話分別是 帶我離開這裡 以及我感到孤單 這個女孩的求救聲來自於哪裡呢? 她為何感到很孤單? 答案讓人不敢深思 狩獵相機中的怪物 狩獵相機是北美獵人通常會使用到的設備 獵人們將其綁在野外 具有開闊視野的竹竿上 它靠溫度感應而自動開啟 因此一旦有獵物經過 比如鹿這種動物 那麼獵人們便會開始通過相機獲取這個信息 不過由於狩獵相機通常安裝在人際含著的野外 所以時常會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生物出現在鏡頭前 下面將呈現一位獵人的相機所捕捉到的詭異畫面 所以時常會有陣生的背景 在一片开阔的土地上 被触发的狩猎相机捕捉到了一个鬼怪的生物 这只苍白色的人形生物体型比较高大 它的四肢十分修长但却骨瘦如柴 看着去该生物的身体并没有被毛发覆盖 它依靠着四肢伏地的方式前进 令人感到不寒而栗的是 中途这只生物甚至看了狩猎相机一眼 它似乎注意到了自己已被发现 没过几秒钟该生物就离开了相机的视野范围 对于它的身份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厄运半身的男人 往期曾为大家分享过这位视频主的遭遇 两年前他经历了一些审美轨道的事情 这些经历让他的生活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么视频主为何与超自然现象纠缠不清呢 据称这是因为他在一次使用通灵板的过程中 招致来了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并且那些东西不愿意离开了 久而久之 视频主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发生了变化 随处可见的灵动现象 让他从原来的伤龙活虎变得萎靡不振 到目前为止 距离视频主第一次遭遇到超自然事件 已经过去了接近三年了 然而在长达多年的时间里 他的生活一直都没有得到安宁 桌椅如同拥有生命一般 横冲直撞地向着视频主撞了过去 现在视频主已经被折磨成下面这个样子了 画面中的视频主神色呆滞 似乎游离在现实之外 不过他的影片同样遭受到了许多人的质疑 这持续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活动 会不会只是一场作秀呢 俄罗斯废屋探灵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 俄罗斯探灵频道主题 Morozov的影片 上一期的节目中 Morozov在一座被超自然实体占据的房屋内 经历了几个可怕的夜晚 与此同时 他还在地板的下方挖出了一个人类的头骨 神秘头骨的出现 为房屋蒙上了更加神秘的面纱 夜不能寐的Morozov在沙发床上翻来覆去 而诡异声音的到来 则宣告了 他今晚将彻底与睡眠告别 Morozov匆忙地穿好衣物 随后迅速举起相机 他警惕地凝视着出现声音的窗后 他永连求 他忽 VAN 顴 limits 港 什 继续 它继续 它们 borders 了 但是 但 但 rou不 雖僕 快 他打算效仿上次的做法 看一看是否可以收录下来 鬼秘的耳语 第二天马尔索夫面对镜头想到 那一刻他在录音机里听到了一声巨响 正是这个声音吓得他跳了起来 更加诡异的是 在巨响过后出现的是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 马尔索夫的注意力全部放在出现敲击声的门上面了 因此突然现身于黑暗角落的一双眼睛 几乎将在下的魂飞魄散 一块地板猛然地飞跃起来 马尔索夫感到了不知所措 因为那下面埋着的正是那块圣人的人类头骨 他不得不直面自己的恐惧了 掀开地板后 头骨赫然出现在了镜头之前 毕时马尔索夫的心中应该是百感交集 十分纠结了 他既希望头骨放在原地 又希望自己不用再面对那些东西 随后他只好折衷地在旁边放上了一个监视器 接下来他会收获什么呢 他没想到我会收获什么呢 我会收获什么呢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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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地板后 他发现自己放好的东西 全部被扔到了另一边 随后 那个头骨 竟然当着Morzoff的面 转动了自己 Morzoff紧张地合上了地板 彼时他不愿意再多看一眼 那个可怕的东西了 不过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原来是Morzoff的通灵玩偶 被扔到了门上 从而撞出了声音 小心翼翼地打开门后 玩偶赫然躺在地板上 看到这一幕 Morzoff终于明白了 刚才在黑暗中看到的 那双发光的双眼 正是来自于自己的玩偶 玩偶的眼睛之所以发光 是因为那一刻有某种灵体 靠近了他 玩偶瞬间缩回到了床底 Morzoff战车轻轻地靠了过去 Morzoff如实地讲出了自己的目的 对方沉寂片刻后 也给出了回应 录音机内传出的声音提到了 他有罪 这个回答让Morzoff一头污水 整栋房屋刹那间陷入到了黑暗 那一刻Morzoff感觉四面八方 都有声音在向自己袭来 房屋所埋葬的真相 还需要多久才会被揭开呢 其实 下面的影片来自一位非洲视频主 镜头最初的画面呈现出了一块神秘的物体 这个东西看着去像是金属材质的 上面镌刻着独特的图案 将其拿到了一瓶未开封的水平边 接下来 令人感到肥索思的事情出现了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派施者将这块金属物体靠近纯净水的时候 透明的水体中竟然出现了红色的物质 将物体拿开后 水又重新恢复了清澈的状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未开封的纯净水是如何实现以上这种现象的 果真是不知名其实的功劳吗 还是拍摄者们巧妙设计的伎俩呢 未开封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简直是什么